下一个问题师傅 就有童修 他做梦 他梦到仿佛是地府 感觉是下面 下面也有一个观音堂 说好像也不知道是师傅的家 很大 骨香骨色很干净 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那里 他们对童修说 以后童修可以看到一种内部文件 这时候墙上有一个大屏幕 出现了类似报纸一样的内部消息 师傅坐在一张大餐桌的主人位置上 招呼童修吃饭 饭后童修就出去逛街了 看到街上有很多灵性穿着黑袍 但是他们不攻击童修 童修也不害怕 梦里就讲原来地府也有观音堂 然后就醒了 请问师傅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你要知道 叫天地人 地是什么 下面啊 天地人 叫普渡众生 什么叫普渡啊 天地人都要渡 你知道现在在天界也在渡 也有观音堂 明白了吗 在人间有观音堂 在地府也有观音堂 那我问你为什么伟大的 那个地藏王菩萨 他为什么要到地狱里去救人呢 你知道在地狱里边 也有地藏王菩萨的道场 你知道吗 就让他们忏悔呀 明白了吗 那师傅这个同学梦的这个梦 跟他修行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大关系 我觉得他应该是 经常帮他师傅下去看守那个观音堂的 他可能以后 他可能修的就是跟 他经常帮人家超度啊 又帮人家联系这种那种 关于死亡的这种事情的话 他以后可能就会做一个地府的观 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今天做菩萨的事情 你就上天做菩萨呀 所以很多人特别对这种 哎呦死掉的人他就特别卖力 哎呦帮他买墓地啊 帮他炒小房子啊 大家来呼吁啊 你看卖力的不得了的这些人 以后都下去做官了 就这样的呀 你看整天在堵住众生 再去度人啊 行菩萨道啊 给人家演讲啊 让人家来度人家 法旗充满 那些人们到天上做菩萨啊 你看看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啊 一看谁要生病啊 一看谁要死了 马上哟 在网上呼吁啊 这种能不能下去啊 做官呀 哦 明白了吧 那当然了 这还不简单 哦就呼吁大家帮某个王人住念 然后帮助王人的这种人是 帮助王人是什么啦 不是地府里面的人吗 我明白了 不就帮鬼啊 帮王人不就帮鬼啊 你说的 你能够让这么多的人都帮帮帮帮帮鬼在做事情吗 你这个人不是地府的官吗 能够号召力啊 那师父如果他也愿意想 他更想上去做菩萨 但是他也在人间帮助这些王人 他有没有机会还上去啊师父 不知道因为这个事情是根据你在人间所作所为的 有的人就喜欢帮助王人 哎呦呼吁啊 哎呀弄啊 这个到最后呢 他就是等于经常帮死人 那么就是帮王人帮鬼啊 帮鬼啊超度啊 那就是说明这是地府管的事情 比方说 你今天你今天毕业是一个学校 是一个军官学校 那你出来就做军官 你今天经常做的是士兵学校 那你出来就做士兵啊 你学习的是职业学校 那么是职业啊 对不对啊 就是这样 那么师父比如说有的人 他是修得特好的 比如说招集人 他过世以后 大家都呼吁给他助念 这是另外一种情况吧 大家都呼吁给他助念 要看谁的 如果有一个人站出来 特别卖力 或者经常的 偶然的是没有关系 如果经常喜欢参与这种事情 那这个人肯定是地府的 以后的官了 哦明白了 地府的官也蛮狠的呀 戴着帽子啊 很神气的 只不过管的都是那些鬼啊 你说你说菩萨就多好啊 对不对啊 那当然他也是好的 那地府也要人管 那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你比方说现在学佛的人 师父的弟子当中 有的人就专门喜欢 跑人家医院去度人 你说不是一样啊 你个台长在怎么度人 他是专门喜欢 跑人家癌症医院啦 照度那些人 你说这种人不就是 就是在人间 不就是已经管的 那些死人的吗 那些人还没死 就等于死人差不多了 对 一样了 就在这个360行 行行出帐 明白了吗